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葬好腾空一跃 惹出天价索赔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谁知过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于玲云教授 于老师在新闻传播理论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狗咬人不算新闻 人咬狗才算新闻 就因为人咬狗这种事太少见了 不过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讲到的这个事情 比人咬狗还要少见 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调查 2007年6月3号是个星期六 早晨8点 重庆市九龙坡区植港大道 一个连接的住宅楼外 发生了一场意外 那天早晨 张女士和丈夫恰巧经过这栋居楼 金山是个亚索性的伙子 熊山是一个暴力性的伙子 而且那个才能使用到技术 T5跟T4结的那个兄弟啊 以下全瘫痪了 闹市区天降放熬 砸瘫女教师 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脏熬是怎么掉下来的呢 脏熬的主人叶某就住在这栋楼的酒楼 我们来到叶某家 但家里没人 邻居说 事发后这个人就很少住在这了 居委会的老人给我们描述了这只脏熬的情况 原来那个脏熬你见过吗 什么样 特别大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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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层 五层 这么长 这么长 粗黑 哦 粗黑的 它每天还出来溜啊 脏熬还出来溜啊 那你们害不害怕 不害怕 它马上还有五屋子 还有脚光 出事那间你没看见了吧 出到冬里面 这只死亡时 市场价达到18万元的脏熬 为什么会从天而降 事故发生后 脏熬的主人叶某 一直躲避公众的视线 委托他的朋友夏律师全权处理 夏律师叙述了事情经过 他说 这只狗掉下来是因为追逐一只猫 有一只猫跳这个狗就去 怎么说呢 它跳这个狗就去扑它 这个脏熬 它本身体格就非常高大 这个腿也很高 它就是这样站着的话 人都倒在我们这个地方 很高的 因为八十 八十一万四千米 我们通过邻居的阳台可以观察到 事发天台的围墙不过一米高 而这只脏熬据说当时的身长已经达到八十厘米 站起来就更高 这是我们在宠物市场找到的一只脏熬 品种年龄个头与事件中的脏熬相仿 从外形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只脏熬追猫时能轻而易举越过天台的围墙 而天台高是三十米脏熬体重四十千克 按照重力加速度 着地的重量能达到一百五十千克 可以想见张老师当时面临的冲撞有多大 45岁的张老师是重庆市重点中学八属中学高三级语文教师 丈夫在银行工作有一个儿子 从天而降的脏熬致使他构成最重的一级伤残 事故给他的家庭带来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我们来到张老师家 张老师的父亲说他去医院做康复治疗去了 张老师的父亲说 女儿的情况很不乐观 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上下楼得两个人才能搬得动 现在家中住着两个亲戚 二十四小时在照顾他 张老师的父亲今年七十多岁了 也从老家赶来帮忙 而两年前 这支从天而降的脏熬 不但伤害了张老师 也改写了张老师儿子的人生轨迹 他事发的时候 他儿子还二十多天 好像二十多年准备高考 因为这个事情 他就报告肯定有失利了 张老师的儿子第二年复读 考上了国外一所大学 而张老师的健康和事业 却在脏熬坠落的一刹那 不可逆转地毁灭了 我们来到医院 想找正在治疗的张老师 他回避了记者的镜头 病友说 今年才四十五岁的张老师 已经头发花白 看起来像六十岁 他的主治医生和病友 都很同情他的遭遇 但是他思想非常很压力很大 心理压力很大 心理压力很大 他是个要求家嘛 他是通过自己的自身务力 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这样子的 他们这个中间学院学院的面 要求的窍约很高 很不错的一个教室 很可惜吧 很可惜 那能不能对这个被狗砸伤了 这一项你怎么看 可能也是个意外 不是说对这个秧长老 说的老师 可能也是个意外 很不错的一个教室 很可惜 因为分身很重 秧长那个人 据了解 藏傲的主人燕某夫妇 都是三十多岁 从事建筑工作 家境殷实 他为什么要养这只藏傲 又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意外呢 燕某的朋友 夏律师说 全是因为燕某爱狗的嗜好引起的 他一个月的话呢 花这个养这个狗的话 就要真一面称一下 燕某的朋友 夏律师说 在养这只藏傲之前 燕某还在天台上 养过孔雀和小狗 这只藏傲是三年前 花四万元买来的 对这只名贵的藏傲 他倾注了大量的金钱和心血 甚至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其实为这只狗的话 他们养夫妻其实也搞得不一块 但是想来 这个女主人就讲 这个狗 你搞成一种 这个狗 它毕竟你再洗掉它整个味道 还有家里这块鞋子 一会儿 你刚才把鞋放在这里 不知道去哪儿 挣一下一只 那只赵氏的藏傲 原本只是破坏家中物品 引发家庭矛盾 事到如今 养狗养出了祸患 养及了无辜 这恐怕是燕某夫妇 始料未及的 这次事故发生后 人们在关注受害者张老师命运的同时 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在主城区居民楼饲养藏傲是否合法 藏傲产于西藏 人称东方神犬 属于护卫犬种 不是一般的宠物犬 以对主人忠实和凶猛著称 价值不菲 市场上不乏价值百万的藏傲出售 我们在重庆市中心的宠物市场 可以看到不少卖藏傲的 重庆市在2008年之前 没有养狗需要办证的规定 2008年开始实施的 重庆市养犬暂行办法中 明确写道 饲养藏傲等猎性犬需要在门上挂上警示标志 像藏傲能办这儿吗 能办得下来吗 现在能办下来吗 现在能办下来吗 现在能办下来 记者在宠物市场了解到 每年重庆市藏傲的交易量达到三四百只 仅在主城区生活的藏傲就不下百只 就在人们关注藏傲杂商张老师事件的同时 当地又发生多起藏傲商人事件 一居民在小区里养藏傲 在两个月内连续伤害多人 遭到邻居集体投诉 要求严惩 很多动物专家都说 重庆第一是空间很狭小 气候又很热 根本就不适合养藏傲 就有人在重庆养藏傲 就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游老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这出在呢 我觉得还是在城市闹市区 不应该养这种烈性狗 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藏傲这种烈性犬 这种就是在西藏的话 它都是双养的 那么你在城市里头 而且何况还是在闹市区 你更应该注意它双养 它的体积大 你的围囊又是比较低的 所以是它就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北京市的养犬规定里头 规定在重点管理区内 是不允许养类性狗的 即使要养类性狗 比如说是在郊外 你就是养类性狗的话 也必须采取圈养或者双养的方式 你也不能够遛狗 平时是不能遛狗 重庆市只是规定了 你养这个烈性狗 必须要有一个警示的标志 但是它没有规定 一定要有这个义务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讲到这只藏狗 它是在08年以前养的 重庆市在08年以后 才出台了相关规定 原来它养的时候 你没有禁止养的规定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 仍然还是允许养 但是在允许养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义务应该越明确越好 这样的话对于当事人的行为 它才能起到一种规范的作用 目前的情况 张老师也在一步一步的康复 最新的消息 说手现在是能动了 这当然是好消息 但是与此同时 不好的消息是 康复的费用很高 每个月都要在万元左右 那么接下来 天降藏狗伤人案 过错方 最后会如何来对张老师家进行赔偿呢 2008年3月 张老师将燕某告到了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57万元 这也成为国内饲养动物 致人伤害赔偿额最高的一期案件 燕某的朋友夏律师说 其实这次意外 双方都是受害者 对燕某来说 张老师的受伤和爱犬的死亡 都让他难过 在事发第二天 燕某主动来到医院 留下了10万元钱表达歉意 而张老师家人说 这远远不够 仅住院第一个月 治疗费就花到了14万元 未来需要的钱可能更多 他的自身的移动 他的饮食 他的对这大小便 都需要其他人的辅助 所以这个对他的审慨很大 然而 对于张老师提出的 高达3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和76万元的护理费 被告燕某表示质疑 从庆市这边的精神抚慰金 我们的最高的是10万块钱 你可以请一个人护理 比如身体好一点 年轻一点 他一个人有护理 你可以工资十分 给他调高一点 他也能护理 等你请了两个人有护理 因为工资就是两倍了 2008年8月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燕某夫妇 赔偿张老师各项费用 共计71万余元 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护理费18万多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表示不服 双方上诉到重庆市第五 中级人民法院 2009年2月26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对本案做出了二审判决 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精神抚慰金10万元 护理费用提高到37万元 共计赔偿95万元 对护理费 二审采用了全新的计算标准 那么医生法院主张的护理费 算起来只有二十几块钱一天 二十几块钱一天 显然是请不到人的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法院就参照 本地区劳动力市场价格 本地医院一般 护理费一般在50块钱一天 因此我们取了一个中间的价格 主张1500块钱一个月 法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参照现行的市场价格 确定了一个护理人员的护理费用 诸审法判决后提出了判后语 对于动物的饲养管理人 一定要主导谨慎的饲养 这个被告把他饲养的这个杖了 他是没有用绳子来把他套好 2009年4月 被告燕某找到了张老师 主动执行了二审判决 并增加了一个人的护理费37万元 至此 整个藏骚杂伤人事件的赔偿额 达到了130多万元 这起藏骚与人的官司终于落幕 表面上我们是在谈狗 对 其实我们谈的是 在城市人和人距离 越来越近的情况下 一个基本权力 一个权力的冲突 没错 你在养狗过程中 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特别是一些老年人 他生活可能遇到一些障碍的一些人 他养狗 他可能会寻到很多的生活的欢乐 那么在这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说 作为社会群体 它是能够浓冷的 能够体量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在养狗的时候 也要认真的去履行 你应当履行的义务 不要因为你这个嗜好 而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这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在各个地方都制定了很多关于羊犬方面的规定 第一个 他对羊犬实行许可制度 当然在法条里头多数是讲登记制度 而且要给这个狗打防疫针 有免疫的证明 你才能来登记 这点特别重要 打防疫针这点特别重要 而且规定在遛狗和养狗的时候 不允许恼乱邻居 恼乱他人的正常生活 自然管理处罚法里头规定 饰养宠物 干脑他人正常生活的 要进行处罚 出于警告或者罚寡 作为动物主人的人 要对他尽到一定的义务 要做到不能对他人的人身财产 形成威胁 所以在这个节目过后 我们也提醒所有养狗的朋友 希望每一位狗主人 都能够尽到足够多的谨慎义务 否则未来出现后果 可能是主人所义法承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余老师 在前面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